攀爬百瑞公園的山塔 這一條路是非常艱難的 是最困難的一段石頭路 攀爬的很艱難的 但是必須要攀越過這一堆石頭 山坡你才可以到達三分的頂端 風也大 但是今天的天氣還好 沒有下雨 我們繼續攀岩 勇敢的小姐姐在前面等我 這個石頭路就更加堵峭了 哇真的非常堵峭哦 繼續前進是唯一的選擇 話說這浪石的石堆里 需要一定的勇氣 我們還有一大不安的路程 需要趕往山峰 所以這條路非常非常的艱難 但是我們一定要爬勝利再萬 終於走到了山塔的下面 Torres的下面 一片靜靜的綠色的湖 真的不容易 山谷開始徒步 今天要爬到這個最高去 又是一堆這個石頭路 爬上來也是非常辛苦的 看一下我們從山下走上來的隊伍 都是攀登者的愛好者 嗨 一群群翻山越嶺的徒步愛好者 將翻越這座山倒到終點 現在我們徒步到了 比底分只有二十分鐘的路程了 來到了一片雪山的山坡 然後要經過 還要爬上這個山坡才能到達頂峰 離我們不遠了 勝利再萬 是的 我們已經成功的爬上了山頂 然後這裡也是一片石塘 我們終於到達了山頂 我們終於到達了山頂 一片石塘 托萊斯山脈的 我特喜歡走這種夾縫中深層的小道 非常有意思的 我們已經走完了七公里 用了兩個小時的時間 還剩下兩公里 繼續爬 又是一堆石子路 山山的路 從八點鐘開始攀爬 用了兩個小時45分鐘的時間 不斷的攀爬翻山越嶺 我們終於爬上頂峰了 來到了 納斯特里斯 的頂峰 但是比昨天的飛針路 要近很多 這一條路上呢 是九公里的時間 的距離 我們用了兩個小時45分鐘 終於上來了 我們見到了 不清澈結冰的湖面 啥